老师,我们就一起来关心下周各星座的整体运势啦 来,12月19号到12月25号 看你的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大家注意一下 OK,来,一颗星上榜的这个组合 你要小心一点的 牡羊座,来,一路牡羊座 牡羊座呢,工作方面 特别是如果你在职场当中 掌官施压,然后你要冷静对待 因为那个火星在天平座对冲牡羊座 特别比方说牡羊座的朋友 比方说就要把速度放慢,不要急急忙忙的 OK,再来一颗星呢,还有天平座的朋友 天平座呢,这段时间呢 你可能呢,有一些忍耐了很久的脾气啊 刚好在这个火星相位的时候就被刺激了 脾气就很想要爆发出来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冲突 没关系,之后说对不起就好了 OK,再来一颗星呢,还有金牛座的朋友 金牛座在这段时间呢 可能工作会有一点忙啊 你会有一点过度劳累的情况 你要保健你的身体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三颗星 三颗星呢,双子座上榜 双子座呢,哎,桃花运很强的一座哦 魅力四色,然后桃花盛开 多注意你身边啊,不停对你放电的 然后表情怪怪的 然后的那种人 搞不好他就是对你有意思的 再来三颗星呢,双鱼座也上榜 双鱼座呢,哎,时机成熟 事业放光 所以你老公生意特别好的时候 OK,再来三颗星呢 哎,水瓶座,美女老师 水瓶座的情况呢,是暗柜人柱 会有一些人呢,默默的在背后支持你 你可能也不认识他 或是为你带了一些机会 在工作啊,职场啊,各方面呢 都能够表现得很出色 接下来我们看四颗星 四颗星呢,哎,狮子座上榜 来,狮子座的情况呢是 放松出游,远地桃花 刚好是出去玩的一段好时光 啊,然后呢,注意一下 在远地搞不好有这个异地的桃花 或有艳遇哦 再来四颗星呢 还有巨蟹座 对哦 巨蟹座呢,哎,家人支持 就是跟家人的关系特别和睦 这段时间呢,职场当中呢 工作的部分呢 也是很顺利做得很好的 再来四颗星呢 还有,哎,处女座的朋友 处女座呢 哎,情话绵绵,感情甜蜜 是这个恋爱方面运气特别好的时候 啊,可能会有人主动对你表白哦 好,接下来我们看五颗星 五颗星呢 天蝎座上榜 天蝎座呢 遇到的情况呢 是能够在职场当中呢 展现你的专业哦 然后创造一个很好的成绩 请加油 再来五颗星呢 还有摩羯座 摩羯座呢 哎,广结人脉 创造机缘 会有很多朋友啦 或者是帮你介绍很多厂商啦 各式各样的机会 然后会有一些新的机会 新的机缘 再来我们把第一名 颁给呢 射手座的朋友 射手座呢 哎,在职场工作当中呢 可以展露头角 然后事业大望 然后同时呢 这个知名度上升 然后重量级 这个身份啊 这个重量也会上升了一段时间 那接下来我们来加码 桃花最望的是 处女座 财运最望的是 天蝎座 事业最望的呢 我们颁给这个 射手座的朋友 真好 加码 好,来 张老师也跟大家预告一下 下周各生肖的整体运势啦 来,老师 好 12月19日到12月25日呢 刚好这个节气呢 逢到冬至哦 那冬至的时候呢 刚好节气呢 也要转到2016年的运势了 嗯 其实呢 虽然没有到立春节气 可是呢 现在已经转到2016 从这一周开始 嗯 所以呢2016呢 你要面临什么问题呢 这一周也是一个很大的转积点哦 好,来看一下呢 如果说呢 这个礼拜呢 生肖只有一颗星的部分呢 要注意谁呢 就是生肖 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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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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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鼠鼠 鼠鼠鼠鼠 鼠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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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在運勢的表現方面呢 就是比較容易勞心勞力 要養生為喪喔 因為年底快到了 其實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案件都在趕 所以呢 工作的地方 雖然你有很好的獎金 可是財多深入啦 要多注意一下養生喔 好來看一下呢 運勢有四顆星的三個生肖是 屬豬 屬兔 還有屬羊的朋友 然後在運勢的表現上呢 就是集心庇佑 貴人相助喔 這三個生肖呢 其實到明年的運勢呢 其實貴人運很旺 然後很多人會帶你呢 人脈通錢脈 然後讓你抱你賺錢的機會 需要好好把握 但是要切勁 不要太驕傲囉 好來看一下呢 五顆星喔 就是有生肖屬猴 老鼠 還有龍的朋友 那恭喜GG囉 然後在運勢上呢 就是 欸 財心加持 盡財無礙喔 什麼意思呢 在這一個禮拜當中呢 他的那個錢財運勢呢 特別的旺 所以不論投資方面呢 都會很好 所以非常好 然後來看一下加碼的部分呢 財氣呢 最飽滿的就是生肖屬猴的朋友 嗯 然後呢 工作最給力的話 你生肖屬猴的朋友 以及呢 桃花呢 最會開的 生肖屬猴的朋友 咻咻咻咻 來 謝謝老師 來接下來請學二掛